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們來看一下昨天我們停在這個地方 我們跟各位介紹了Fugacity 再跟各位提醒一下Fugacity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實際上 在描述自由能的時候呢 我們的正式氣體並沒有像理想氣體那麼方便 可以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們創造了Fugacity 那Fugacity呢我們昨天跟各位定義 就是說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定義這個東西 那請注意這邊的P跟這邊的P意義不一樣 請不要把這個P跟這個P當作一樣值 不一樣 你看這個東西呢必須等式左邊看跟等式右邊看 等式左邊就是一個觀測的意思 就是說你的正式氣體它的理想值跟實際 跟理想的狀況到底差距有多遠 那差距有多遠這種方式呢 可以用一種方式來表達 就是一種方式來表達 就是說這個是實際你真實氣體上映出來的壓力 那除以假設你這個正式氣體 把它假設成理想氣體 它的壓力ideal的狀態應該是多少 那這樣的筆直 這樣的筆直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個正式氣體 它的這個理想的狀況到底 理想的狀況到底有多遠 所以我們昨天有列出三種情形 第一種是很接近1的時候 那當然沒有問題 這是很理想的狀況 如果大於1的時候呢代表什麼 如果遠大於1的時候代表你Fugacity 比你的Pideal其實是大很多的 也就是說你這個氣體怎麼樣 你的壓力呢 事實上是異常性的大 也就是說你壓力呢 比理想值還要大很多 這個通常是怎樣 是因為你的分子氣體 有一些莫名的收縮 莫名的收縮 體積收縮 導致你的壓力變得很大 那另外一種請你反過來就是說 如果你小於1的話 就是說你的氣體的 真實氣體的壓力異常的小 異常的小 就是說可能你的體積過度膨脹 還有造成這種情形 所以大致上呢 有三種情形 是Fugacity除以P會發生的值 那另外我們今天也跟各位介紹 課本介紹了兩個 跟Fugacity有關的推導 我們來看一下 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講到Fugacity的時候 我們純看Fugacity 還不如常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反而是 你比較常看到Fugacity 被表示的形式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東西它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們有一些簡單的推導 是跟課本有一些延伸 我們看一下呢 今天即使是 所謂的真實氣體 或是非理想氣體 它還是符合這個條件 這兩個條件 所以我這兩個條件 因為相等我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我得到這個東西 等於這樣 那這邊呢 因為這是真實氣體的條件 PV加α等於RT 我們這邊課本 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邊把B換掉了 以前我們都是寫加B 現在才寫加α for some reason 那沒有關係 那把這東西帶進去呢 可以得到Fugacity F over P 會等於這個東西 那α呢 是一種氣體的參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Fugacity呢 事實上它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來表示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呢 比較有用的地方呢 是這個結論 這個反而比較有用 我們來看第二個推導 就會跟這個東西有關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其實呢 比較有用的是第二個 第二個呢 是根據第一個推導來的 我們把剛才那個 黑板左邊呢 有一個結論 這個帶進來 還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待會馬上就有範例可以練習 好 這個東西等於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Z呢 PV over RT 所以裡面這個式子呢 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讓它變成Z的函數 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Z呢 如果不是簡化的case 注意我們在第八章 一開始講到 非理想氣體 真實氣體 我們用壓縮係數來看它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的Z呢 定義什麼 叫做E加BP 那時候叫做E加BP 那是一個簡化的case 那實際呢 如果你要延伸 它可以延伸得很無線長 很多個像 那假設這是我們用比較 完整的例子來看的話 那把這東西帶回去 你可以得到 這個東西呢 會等於BP加2分之CP 平方加3分之DP三方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範例 一末的N2呢 在0度C的時候 請你計算 請你計算 它在150 ATM跟1ATM 這兩者之間 它自由能變化多少 用這個條件 乍看之下呢 你一定知道 你要算ΔG 大看之下 你知道其實要算這個東西 那這個怎麼算 第一個 題目看這個 假設你不知道 題目並沒有給你任何的 任何告訴你 它是理想氣體和非理想氣體 但是有一個條件 你應該知道它是所謂的 非理想氣體 從哪一個條件 從哪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 其實告訴你 你在deal 你在deal一個 真實氣體 非理想氣體的case 對不對 假設是理想氣體 就只有1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題目並沒有告訴你 它是 非理想氣體 但是從這個條件 然後你要用這個條件來算 它已經告訴你 這是 這個N2是所謂的 非理想氣體 好 那我們要算這個東西 那怎麼算呢 我們自由能的變化呢 我們學過 之前已經跟各位推導過了 事實上我們DG呢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但這個東西還是沒辦法算 但是這個東西可以延展出來 我們處理成這樣呢 因為這個東西呢 我們比較有equation可以帶 對不對 我們剛剛導過 所以事實上我們的DG呢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很重要的example 為什麼 這個案例呢 告訴你 就是說我們今天處理了 真實氣體的自由能變化呢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因為呢 自由能呢 它可以展成這個樣子 展成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我們知道呢 事實上 積分出來是這樣 跟Z有關 所以呢 你今天算兩個壓力之下 它自由能變化 事實上 就等於 Long的這兩個壓力相減 Long F over P 然後這兩個壓力的值相減 加上後面 Long P 就是你實際壓力的值 所以這是 一個 算 真實氣體自由能的方式 好 那理想氣體其實更簡單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了 好 所以其實我們到現在已經跟各位介紹說 自由能變化在 在第八章我們講 真實理想氣體的行為的時候 它是怎麼處理的 所以我們的結構呢 希望你還記得 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 好 那我們 第八章呢 到最後一部分了 我們再回到PV圖形呢 講自由 真實氣體跟 理想氣體之間的差別 好 我們最後呢 第八章到最後一部分呢 我們看的角度呢 是從PV圖形 但是我們這次看呢 是看PV的弓 PV弓 從PV弓呢 來看真實氣體跟理想氣體的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呢 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真實氣體跟理想氣體的差別 是從PV的弓來看的 差別 那我們知道呢 今天一個真實氣體呢 它PV over RT 可以寫成一個E加比P 那我們今天是用簡化的case 那由這個式子呢 我們可以推導出 我們的V呢 注意我們的V呢 事實上是比理想氣體 還多一個像 多這個BRT的像 如果你根據這個式子來推的話 但是我們的P呢 反而是怎樣 反而在分母上呢 是少一個像 所以這會導致呢 如果我們把 我們把真實氣體跟理想氣體 它的PV圖形呢 疊在一起的話 會發現 今天的橘色呢 是你理想氣體的PV圖形 P跟V是乘反比的 那白色的是真實氣體的PV圖形 也是反比 但是呢 你在橫軸 V呢 會有一個shift 會有一個偏移 這個偏移量呢 剛好是BRT 相對於橘色的線會有一個偏移 在垂直方向呢 也會有一個偏移 是因為你的P呢 縮小了 所以在給定的兩個V1、V2呢 他們相對的圖形的幾何關係 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強調一下呢 我們今天呢 是在定溫下看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溫度呢 注意怎樣 它不能太低 我們今天探討的case是指 今天你的真實氣體還沒有 溫度呢 還沒有低到一種情形 是會讓它有反區的情形 我們今天探討這個case 還是相對在一個比較高溫的區域 來探討這件事情 OK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你的PV公如果 對理想氣體的話 那在V1、V2這個範圍 就很簡單 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是W的ideal 對不對 好那Wideal呢 沒問題啦 你的P公是這樣 那 你的real呢 氣體的功能就有點複雜了 好 我們的real呢 我們把這個P帶進去 那P呢 帶進去 因為這是對底V積分嘛 所以我們要把P呢 轉成V的函數 這樣才能處理 那稍微整理一下會變成這樣 那 這個東西呢 是比Wideal還要大的 好 根據圖形看也是這樣 但是 麻煩各位回去稍微證明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好 那我們這一區呢 在圖形上的這一區 事實上就是 真實氣體跟理想氣體 以PV公的差別 大小 你可以去算算看這個值到底是多少 好 好去算一下呢 Delta W到底是多少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既然講到PV圖形 有一個問題是 好我們另外一個問題是 請各位回去練習看看 今天如果我問的是 自由能上的差別 自由能上的差別 理想氣體跟真實氣體 如果以PV圖形來看 它自由能上的差別 可以算出來是多少 好所以當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你要知道說 事實上 算這個東西的自由能差別呢 你要先從底區開始 那底區跟 DW不一樣 功能是P底V 但是 在一個定溫 當然我這邊要加一個 一個定溫條件會比較完全 在定溫條件下呢 如果你要算自由能的差別 變成你要把 圖形翻怎樣 折過來 變成 Y軸呢是V 然後X軸呢是P 那等於這個圖形呢 你要折過去 就像我們之前做自由能的積分一樣 那你要算的就是V底P的差別 那這時候其實做法還是一樣啦 因為 你在處理功的時候呢 你在處理功的時候 你是把P 因為你要對V積分嘛 對不對 你要對V積分 所以你處理的方式 是把P呢 轉成V的函數 對不對 然後對V積分 當然你在做自由能的時候是怎樣 你要把 V呢 轉成P的函數 然後對P積分 當然你在圖形顛倒的時候呢 你要處理一些 那你就要稍微處理這些函數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次 最後一個問題 讓大家回去想一想 好 那我們第八章呢 到這邊呢 告一個段落 好 最後呢我們很快的 幫大家複製一下 我們第八章上的什麼內容 我想大家很快就回去要看第八章 也許各位還沒有時間看第八章的課本 但注意 我想 從現在開始 第七章還比較好一點 第七章的邏輯次序 還比較不會那麼問亂 但到第八章以後呢 作者寫這個書的 他的邏輯上 你必須要很清楚 第八章 我們一開始是講什麼 我們第八章是講氣體的行為 我們包含了真實氣體跟理想氣體 但一開始呢 我們先講 所謂的真實氣體 一開始 第八章呢 開始就用一個PV圖形 然後告訴你在不同溫度下呢 到居近T-critical的時候呢 真實氣體會發生異化的行為 那在這個PV圖形呢 我們定義了每一區它是什麼Face 有超零界流體的Face 有液氣共存的Face 這些都有一些條件 而且這些東西都在對PVT三種參數呢 都有零界的條件 那你必須知道說 他們的零界條件是什麼 第二部分呢 我們進到了compressibility 就是壓縮係數 從壓縮係數呢 看真實氣體 非理想氣體 它的行為到底是什麼 這個Z呢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把Z推導出來了 那我們以為在Z裡面呢 有一個是氣體分子的體積 我們以為把那個氣體分子的體積 扣掉了後 所有氣體應該理論上行為就可以一致 但發現沒有辦法一致 你必須要對它的什麼 你必須要對它的T-critical做Normalization 對P-critical做Normalization 對V-critical做Normalization 這樣的行為呢 才能讓所有的真實氣體的行為 歸一化 我們在那個地方有講到 第三部分我們講到反對瓦氣體 這邊我們沒有講很多 因為那個從高中 從大一普化我們就講很多了 但是你就了解反對瓦氣體 它的精神是什麼 它的公式是什麼 那 怎麼去用反對瓦氣體呢 去算出你的P-critical V-critical 跟T-critical OK 好 那第四部分我們回到 注意我們的 到第四部分的時候 我們 在作者這個部分突然講到了 所謂的理想氣的行為 那講理想氣體的行為呢 我們是用混合的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看了 G-mix 對不對 然後H-mix 還有什麼 S-mix entropy的mix 好 那在這部分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理想氣體的自由能 可以用 DG等於RT-Delon-P來形容 好 這非常的重要 好 那等這邊講完了之後呢 作者又再跳回到 所謂的真實氣體 去看說 那既然理想氣體 它的自由能 可以用壓力來描述 真實氣體可不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好 但是發現沒有辦法 那我們只好自己去創造一個 重要的參數叫做Fugacity Fugacity 那Fugacity 我們在介紹Fugacity的時候呢 看F呢 的次數呢 還不如看F over P的次數多 因為F over P 它其實代表意義 比較好表達 真實氣體的行為 那F over P呢 它是什麼意思 去想一想 我們剛剛講完 那 F over P呢 是不是可以利用F over P 去算自由能上面的差別 好 我們剛剛介紹完立體 最後一部分呢 我們從 用PV的功的差別 再來看一下 真實氣體跟理想氣體呢 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這是整個第八章的結構 你只要掌握這個 第八章的結構 你回去看第八章呢 就會很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 這是我們 第八章的整個內容 我們課呢 大概上了這個地方